好 江小姐 快挺早啊 应该的 走吧 走 你的东西 都完了 我那儿了 谢谢你还记得还给我呢 原来自由旗已经成立了三十周年 今年园区没做什么大手笔的主题名销 显得有些轻了 太气派 我们做实业的不需要那些虚伪的气派 你昨天的大手笔直播就很有风格 很气派 一天大几百万就花没了 诶 预算你爸批了吗 那你的风格是见不同的人 换不同的皮吗 江小姐的潜台姿势 徐司剑桥 专业背景 在香港外资投行 ICT做了几年并购 有少挣钱的 怎么 回来之后 改行投资地产了 不对 准确来说 你现在是失业状态 把我了解得这么清楚 江小姐果然对我很感兴趣 谁让你骗了我一百块钱呢 起 可以 爸 呦 今儿走 我来公司了 带了个投资人来见您 哦 江董您好 我是徐司 今天是来请教学伎的 坐吧 保兴投资的人 很着急吗 你还没有正式入职保兴 就替他们周旋了 这么大一个买地项目 他们给你的职位不错吧 果然是什么都瞒不住 行业的老前辈啊 他们没告诉你 自由旗 是不会卖藤月的吗 喜业网是四十四的吧 来 试试 下雪的时候要风仓 天晴的时候才能放凉 老汉规 懂了吗 好 进来 江湖来了 财务总监来了 那我得跟着小水 文贤英之雅意 你也别处在这儿了 这鞋你也穿不来 行了 咱们出去吧 爸 那我先走了啊 嗯 这是这个季度的参务报表 加个微信吧 有必要吗 说好了 我赢了的话 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昨晚的话 你全当酒后不愿乱语 不用那么在意的 你这个人还挺会耍无赖的 我们俩刚才不还统一战线了吗 我们俩刚才不还统一战线了吗 不交个朋友说过去 成年人的社交 是互惠互利的 我们好像没有什么 可以互惠互利的地方吧 话别说得这么早 你看市场不是很有预见性吗 什么意思 加个微信 回头你卖资产的时候 可以联系我的意思 我很快就会再就业了 正如你所了解的 我不仅投资地产 还兼职处理 不良资产 自由棋不需要 你就这么信自由棋啊 你信不信有神 我爸就是神 不信你蛇 你相信